僵尸侠,你實在是太弱了 我派出深海王來了 給你吹一下 馬上就受傷了 接下來有請豪傑美容院 把這一期沒有用的角色給淘汰掉 嗨,大家好 這一期的青銅組冠軍完結篇要登場了 最終我們攜帶著這一期的角色僵尸侠 以及返場的蚊子 那麼這個蚊子有沒有突破 其實意義也不大了 因為像這樣的一個賬號等級 本身已經到八十幾級了 所以這個角色屬性加的很少 OK,我們這邊稍微突破八萬一 你可以看到這個屬性加的很少 這個可能有打 你看八萬一的攻擊 加的是非常少了 這個本身是不能這樣子的 那麼我們今天最後一集呢 那狂人也把速度提升了 到了386速 最終呢我們還是把這個蚊子呢 之前有調換過裝備 給回來殭屍俠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了 最後一次呢 到底能不能打贏呢 能不能頒平呢 青銅組冠軍有史以來 唯一的一期沒有辦法拿到冠軍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個單元是稱呼這個名字 走了 這個真的第一名是很討厭啊 他帶的角色跟我們一模一樣 對吧 看似好像還是一個台灣人啊 在神明的公會 青銅組冠軍第一名 小貓爽 好了,開始了 這也有可能不是台灣的 是不可能拿下來啊 我們速度高的話應該也拿不下來 因為已經有測過了 他的戰力很高嘛 怎麼今天等那麼久 好,做伏地挺身 等個幾秒 哇 從事 這邊先暫停一下 我們等一下回來 好了 好像也已經進來了 哇 這個速度到了380 還沒有辦法超過他 太可惜了 我猜他的速度應該是400多 我們這邊也配置著大眼睛的核心 背心塗一下 太可惜了 沒有辦法再往上打這個單元 我們就停在這裡了 狗屁藥膏專屬武器 也只有200萬的傷害 他的血條還是很多 哇 這個蚊子還有9格 我們是8格 以戰力的懸殊呢 雙方角色是一樣的 通常也就是沒得打了 也沒有給他帶來任何的威脅 是吧 那如果只看這樣的一個戰鬥呢 我覺得還是有其他地方可以看吧 我們把這個先打完吧 OK 這個目前確定 是過不去了 又來了 又來了 有沒有這個傷害是過不去了 這邊就不看了 過不去就不看了 然後文章關卡的表現呢 你用殭屍霞去打呢 也是很可惜 我幾乎沒有打 因為我上次失敗了 失敗了之後呢 我就停了 換金試煉 這個可以看一下PVE的成就40一關而已 我們把一樣的陣容吧 上次沒有贏了 但是今天可能會贏了 因為我們又練了好一陣子了 也練了好一陣子 有沒有看到 他這個力量可以說是明顯不足 雖然你看到前面的血已經扣了不少了 是吧 然後這邊我們先跳過第一場可能是輸了 哇直接是輸了 你看看這個NPC才多少戰力啊 170萬 有沒有我們是105萬 由此可見過去的青銅組的帳號 這個簡直就是提速的狗皮要高 你不要把它想成有別的了 就是拉速度 而且拉一拉你可能還要拉到二絕 那麼我們有沒有打贏 沒關係看一下身上 身上也沒什麼東西 看一下商店 這邊有一個鞋子是吧 買了鑽石就沒了 我們先不要這樣子搞好了 走 先進級儀式 去白雲組瞄個一眼吧 就在單一間都要結束了 我們是投降了 本期青銅組冠軍作戰師失敗了 嗨貝希蒙古你好 OK這邊狂人再暫停一下 等一下回來 刷了很久 看不到什麼適合的對手 最後只看到一個180萬的傑諾斯 已經到了白雲組的172位了 那我們跟134位打看看傑諾斯 有沒有辦法打贏呢 這個傑諾斯是不是要被深海王給廢掉了 這個也是大家關注的問題 深海王也很快就出來了 那麼下一期的青銅組冠軍 我們會把第一集恢復以往的一個製作水平 後會把片頭給做出來 這個才對得起一拳超人的動漫跟這款遊戲 好這一波對面剛剛還有溫德啊 我沒有注意到溫德這個踢過來 蚊子直接飛了 這蚊子是怎麼回事啊 哇這個氣還封不完 他還有兩格氣 再給你再封一次 兩格變成一格 那麼我們的狗皮要高要來了 溫德你還是投降吧 殭屍俠這次要勝出了 應該是可以贏了吧 殭屍俠我的天 溫德要垮了嗎 垮了 結果想不到青銅組冠軍那個對手打完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突飛猛進了 順便來看這一期的角色最高傷可以打到多少呢 我猜大概是1200萬左右 這次沒有軟角的900萬的一個傷害 白鷹組冠軍也沒有什麼對手 狂龍剛剛看過了 這個也是NPC 都是NPC換一批 77名也是NPC 300這個鑽石也吃了 也沒有鑽石可以再看太多的場賽事了 已經看完了 好了那麼還有一些問題的話 我們看一下陸府好了 陸府看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燈籠大家都知道 然後還有一個福利台服應該也快出了 黃送黑卷的 然後戳卡的也一樣 這個地方應該都長的一樣 都一樣對不對 招呼有禮 這裡應該也是一樣 唉呦這裡還有兩個身心卡可以 然後 我那點很好笑啊 我跟這個排行榜的第一名說話 你看狂人說什麼 什麼什麼一個字你看看說什麼 能不能競技場第一名讓給我 好來打 嘿嘿嘿嘿嘿 這個怎麼打 他很乾脆說來打 太孤單了你看看他的角色太孤單了太強了 好啊 乘以二的一個盾牌 狗皮要高打得這麼痛啊 打得3.6億狗皮要高 爆氣連打 單隻也直接給你敲了一個5.5億 他還有一個蚊子我的天啊 剛剛那個是36億是不是啊 等一下回放好不好回放一下 有點誇張那數字好像是有點誇張 我覺得好像是36億這個也是有點誇張 兩個都回放一下好了 好不好 好啦那我們就做個結尾了 這一期非常的可惜 在片頭的時候我們也說過了 並且我們也把道具能用的 包括卓越券都應該是用完了 這是最後的4張 好有沒有一個石頭呢 他能不能夠把這個單元再持續拍下去 就看這4張了 如果有一個覺醒石 所以我們玩這篇就是假的 繼續打 還有最後兩張 最後一抽了 好還是沒有 那麼本片結束 最後來看一下剛剛那個蚊子 到底打了多少的傷害呢 OK Let's go 實在是太可怕了 有這種故事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大家拜拜 拜拜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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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